然后这个就是白锦硅背 看起来特别的好看 很多花手说 哇太漂亮了 我想要养 但是呢 很多的花手说 现在价格太高了 有没有便宜的 那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平体的商品 在这边 然后你看这个 也可以出现这种白锦和阴阳锦 这个呢 我们喊它为白公主 它也是金钻的一种 养护方法呢 跟那个硅背主完全一样 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它的价格贼拉的便宜 二字开头 现在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基本上 以出货的价格 都是二字开头 基本上就给大家去练练手 就这么些 多了没有 然后是白锦的 养护起来呢 贼拉的简单 它耐汗 耐阴 怕冷 别暴晒就行了 浇水的时候 用手摸一摸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而且这个呢 可以分牙子 你就是长得特别壮的 长出来气根的 掰下来 它就是一颗 很好活 练练手 到时候等养的差不多了 就光看这个 这个就已经很好看了 你再入手 白锦规备的时候 这个试错成本 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好吧 还是比较用心的吧 臭宝 但是数量不多 大家如果说看小黄串 里面有就是有 没有的话 你到直播间问问 别的没啥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觉得不错 你点个关注啊 白了臭宝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